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但这个国家也有自己的货币、通讯设施、治理体系和宪法 这个国家属于共和国 但它从不与外界互通 也不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抵抗外来势力 也正是它这样闭关自首的政策 使得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不承认它们 对于很多人来说 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 而且因为人口实在太少了 使得它们的邮局局长是一个假人 而海军力量就仅仅只是一个橡皮艇 不过这个国家的总统却是真人 同时因为这个国家不与外界联系 所以对外来人是很警惕的 他们允许外来人到他们国家旅游参观 但是签证时间就只有三个小时 过了三个小时就算是美国总统也不例外 一样会被驱逐出境 不过有趣的是 在你参观的过程中 总统会话声导游陪着你 一是尽地主之宜 二是监督你 以防你做什么危害他们国家利益的事情 很多人去他们那旅游 主要是想看看 这个秀镇的国家的人民是怎么生活的 而这个国家的总统又是怎么治理国家的 对此你怎么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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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